中国人大会议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 总书记习近平可能长期执政 但大陆学者认为台湾最应在意的是两岸实力消长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心主任刘国生表示 尽管习近平就任中国总书记五年来 对台授施具有有感有力的特色 但对于涉台问题的可运用资源 主要仍在中国综合实力持续上升之上 刘国生更表示 观察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以来 对台的政策就是软更软硬更硬 而学者认为习近平拥有支台 一直坚定等等的特征 对台湾的手段一定灵活变通 必定可以找到对增下的政策 刘国生更表示 在这段时间之内 中国综合实力持续上升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将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 台湾面临燃消绿长的局面 去中国化 思潮更进一步蔓延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工作 将进一步明显增强 新闻时日报记者吴康伟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